绿色能源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 新加坡正全力推动能源转型 太阳能作为最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 再度迎来重大突破 未来 德光岛或将成为新加坡能源版图上的新亮点 政府正在研究在德光岛的蓄水池和微田雨水及水池 铺设总容量至少93兆分瓦的浮动太阳能光伏系统 这不仅是新加坡史上规模最大的太阳能项目之一 也将为国家能源独立与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德光岛 这个不起眼的小岛正在策划一个可能彻底改变新加坡能源未来的跨世纪项目 你或许会问 93兆分瓦到底有多厉害 能支撑多少家庭的电力需求 它是否可能让新加坡更接近能源自己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德光岛位于新加坡东北部 过去主要作为国防和水利管理的重要区域 如今它将迎来全新的战略角色 国防部与公用事业局联合确认 他们正计划展开可行性研究 评估在德光岛蓄水池和即将完工的围田雨水及水池上 建设浮动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可行性 根据规划 整个系统的总装机容量将至少达到93兆分瓦 这意味着 一旦建成 德光岛的太阳能发电量将大幅增加 有助于满足新加坡未来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也能进一步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根据初步估算 整个工程预计耗时长达75个月 也就是超过6年才能全面完成 这个时间框架涵盖从可行性研究到设计与施工 再到最终投入运作的全过程 首阶段的可行性研究预计在9个月内完成 这一阶段将全面探讨设计概念 装机容量最大化的可能性 详细的工程设计 以及相关的商业模式 换句话说 政府不仅要确保技术上可行 还要保证经济上可持续 6年多的周期看似漫长 但考虑到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浮动太阳能系统项目 庞大的规划和施工难度 使其成为一项需要精密筹划的长期工程 为什么选择浮动太阳能 这是因为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 土地宝贵 屋顶和地面安装太阳能的空间 以接近饱和 相比之下 水面提供了天然的空间优势 通过在蓄水池和雨水及水池上铺设太阳能板 不仅能大幅扩展 太阳能装机容量 还能减少水面蒸发 从而对水资源管理起到额外的正面作用 德光岛的维田雨水及水池 是新加坡首个采用荷兰式防洪技术的低洼土地项目 其独特的地形和工程背景 为大规模浮动太阳能设施的安装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这种双重功能的设计 正是新加坡能源与环境管理相结合的创新体现 新加坡政府一直积极推动绿色能源 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太阳能发电能力提高到两极瓦峰值 足以满足全国约35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德光岛项目的93兆风瓦贡献 虽只是整体目标中的一部分 但却具有战略意义 这不仅推动了国家能源结构的多元化 也有助于新加坡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 它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 更是技术、工程和政策协同的成果 通过这类项目 新加坡展示了如何在有限资源下 依然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同时,这也将提升新加坡在区域能源合作 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国际地位 成为全球小国能源转型的成功范例 当项目建成后 它不仅仅是一座太阳能系统 更是新加坡社会绿色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浮动太阳能将为工业、住宅和公共设施提供清洁电力 进一步降低碳排放 推动国家向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迈进 此外,这项工程还将为本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尤其是在绿色科技、工程施工、系统维护等领域 学术与科研界也将从中获益 他们能够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测试新技术 推动本地科研成果走向商业化 更重要的是 它还能激发公众对清洁能源的关注与支持 形成全民参与的能源转型氛围 德光岛浮动太阳能系统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工程 更是一种国家愿景的体现 六年后的成果将是新加坡绿色能源版图上的右翼里程碑 从能源安全到环保效益 从技术突破到社会价值 这个项目无疑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未来,当太阳能板铺满德光岛水域时 它将成为新加坡绿色转型最醒目的标志之一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